中国第一粮食大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与发展 中国第一粮食大省是位于东北的黑龙江省 已连续七年粮食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位 黑龙江粮食产量高有以下原因 耕地面积大 平均每人6.24亩 远高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 土地肥沃 水资源丰富 有着大量的适合农作物生长的黑土地 再加上雨水充足 利于农作物生长 高产农作物品种占比较大 如玉米 水稻等 黑龙江粮食种植机械化 规模化程度高 基础保障很到位 除了产量高外 黑龙江所产大米特别好吃 畅销全国